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肌肉酸痛 因为我也是前两天训练了 前两天在酒店锻炼 练得比较狠 然后今天也是肌肉酸痛 首先网络上很多人有这么一个理论 你的肌肉酸痛是因为乳酸堆积 其实是错误的 这个理论在很久以前已经被推翻了 所谓的乳酸堆积 是在你的训练中产生的 你训练中感觉到肌肉酸痛 这个是乳酸堆积 然后随着你的训练结束 乳酸堆积会在当天被你的肝脏完全排泄掉 所以你练后的肌肉酸痛 并不是乳酸堆积 而是延迟性肌肉酸痛 这是一个运动学上的学名 然后 延迟性肌肉酸痛的原因 有很多 并不一定来源于健身房 也有可能来源于你的 比如说你从事体力劳动 比如说你进行普通运动 都有可能给你带来 延迟性肌肉酸痛的重点是 你锻炼后的第二天到第三天 是一个酸痛的顶峰 如果你符合这样的要求 那就是延迟性肌肉酸痛 OK 接下来说一下延迟性肌肉酸痛的原理 当你在锻炼中 你的肌肉会 肌肉纤维会拉伤 拉伤呢 就会产生一些组织肺物 这时候你体内的巨石细胞 就会过来清理这些组织肺物 在清理的过程中 这些组织细胞会留下一些 炎症因子 从而你的肌肉会产生一些无菌性炎症 然后你就会感觉到酸痛啊 肿胀啊 是这个原因 它是因为有炎症啊 然后来说一下这个 延迟性肌肉 肌肉酸痛的物理原因 比如说这是你的一束肌肉 你在锻炼中有第三个状态 拉伸 收紧 还有一个是定向 这三个状态都是有名称的 这个拉伸状态就叫离心 离心运动 收紧叫向心运动 定住叫等心运动 这个离心运动 就是延迟性肌肉酸痛的最回货手 然后健身房里一直推崇一句话 叫快起慢放 这个所谓的慢放就是离心运动 OK 接下来说一下 恢复延迟性肌肉酸痛的几个方法 这几个方法可以给你带来 对延迟性肌肉酸痛 有一种改善加速修复 第一个就是充足的睡眠 当你有延迟性肌肉酸痛的症状以后 你需要充足的睡眠 每天至少七个小时 如果能达到八到九个小时 那是最好的 因为在你睡觉的时候 你身体会产生生长因子 生长因子对你肌肉的恢复 修复是有很大好处的 从而也就减短你肌肉酸痛的时间 第二个就是蛋白质 蛋白质是合成你肌肉的一个关键因素 也是同理 加快肌肉修复的时间 从而减少你肌肉酸痛的时间 第三个就是做按摩 第四个是练完之后的拉伸 这是防止你肌肉或者扔带过于紧张而受伤 第五是冰敷 24小时以后热敷 很多NBA球员 包括橄榄球运动员 他们都是采用这个方法 冰敷是为了减少你肌肉损伤的程度 然后24小时以后热敷 就是为了加速血液循环 然后加速一个代谢的过程 关于这个肌肉 延迟性肌肉酸痛以后 能有什么运动呢 比较推荐的是游泳 因为游泳对关键的损伤是非常小的 而且游泳就可以加速你全身的一个血液循环 也是加速你一个代谢的速度吧 然后关于补剂的话 其实也不算补剂吧 也是据科学研究表明 这个Omega-3 它是对你的肌肉恢复 肌肉修复有一个非常好的效果 然后鱼油 鱼油中就含丰富的Omega-3 包括姜黄素 都是可以减少你浑身的炎症的一个症状 也就是减少你肌肉酸痛的痛感 OK 这就是本期的视频